女人最怕老 而且最怕起皺紋 沒錯 這個影片跟大家介紹 介紹五個壞習慣可以防紋 而且紋沒有那麼快出現 第一件事就是 洗完臉後 通常大家都會忘記馬上塗東西 如果皮膚很乾的時候 缺水很容易起皺紋 細紋 所以洗完臉後 立即拍通 加上精華 這個時候皮膚吸液很快 而且洗完臉 毛孔開了 塗的東西會容易吸收很多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起皺紋 第二個就是 表情多多 如果你說話或者 經常燒 經常皺紋 鼻頭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有這些表情 所以通常美女 好像我這樣 就會酷一點 說話都不敢抹太嘴 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們很怕表情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要 酷一點 沒有那麼多表情 第三 就是 我們洗完茶液的時候 不要太大力 儘量 尤其是眼皮膚非常薄 用眼皮膚 用眼皮膚 用手指輕輕的按 就可以了 不用緊揉 其實揉眼 是最容易起眼紋的 所以 我們洗完無論是茶液的時候 都是 Be gentle 好 第四 就是咖啡因 茶 咖啡裡面 有很多咖啡 如果你平時少喝水 喝很多茶和咖啡 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咖啡因 會抽乾你的水分 皮膚也有份抽 所以你喝得多咖啡 其實皮膚都會乾 少喝咖啡和茶 就會 沒那麼容易令皮膚 Dehydrate 缺水 最後最佔領的就是 防曬 日本人 你看到它 是戴上手套 快要頭痛 現在大陸人都會 就是 最害怕的是 UVA UVA 是傷害皮膚最大的 很容易起皺紋 很乾 接著又會斑 所以最害怕就是 UVA 大家出街 記住 一年三六十五日 都要塗防曬 好了 有紋之後 或者我想防曬 究竟做什麼 可以做好一點 小一點 就紋出現 第一件事就是 飲食方面 講過不要吃太多 或者喝太多 酒 咖啡因 這些都會 Dehydrate 令皮膚乾 身體會乾 第二件事就是 補充多些Omega Omega 原來是油分 可以補充 我們的膠原蛋白的支撐 沒有那麼容易起皺紋 一天可以吃一至兩顆 另外抗氧化 不能少的就是 內外維他命C 皮膚是油性的維他命C 身體是水溶性的維他命C 這個是1000mg的維他命C 我們身體吸收完之後 都去皮膚做抗氧化 抗炎 防皺紋 剛才就說了 吃的 怎樣可以防紋 一到塗 就直接一點 當然是維他命C的手船 它有15%左船 維他命C 可以防紋 或者是減紋 非常之很好 如果你打完Laser 採光 我非常之建議 是用維他命C 做抗氧化 和補充皮膚的時候 它吸收到很多的時間 如果蟹型不能塗維他命C 就可以塗一些不同的肌底油 這些油是水油來的 一塗 絕一箱就吸光了 不會浪在皮膚上 你可以塗用來做按摩 甚至可以直接用 因為它是補充皮膚 可以滴在面膜一起用 甚至可以混合忌廉 首先這個Repair Oil 是他們的王牌 你連綠親都可以用 其實一至兩滴就可以了 是拿了有機認證 這個Moon Skin的玫瑰筆 裡面也有很多維他命 裡面有一個Omega 也是拿了Ecosert的認證 接著就是Hinonia 這個Anti Ocid Oil 裡面有苦橙油 做細胞乳口是非常之好的 如果真的起了抗氧 這三種油都可以修復 讓紋減淡 塗完之後 你想加上的面膜 沒有問題 這系列都是抗氧化的面膜 有這個Anti Ocidant Mask 這兩支面膜 都可以敷眼睛和嘴 是好一點的 如果真的爆炸得很厲害 還有一些紋 想修復 真的要用強力一點的 這個Cream Mask 是非洲有國寶樹 還有紅茶抗氧化能力非常之高 如果嫌這些Mask 麻煩的話 亦都可以用這個 這個裡面 它放了非洲洋金菊 還有它放了綠茶 非常之抗氧化 可以修復毛孔 或者皺紋 非常之出色 可以內外兼備 但如果你想一個急救的療程 減皺紋 或者明天要去見人 結婚 開Concert的話 就要用手機 Mewa RF 就像一個燙豆一樣 燙走你的一支 就紋 還有做提升 緊接 去水腫很好 但記住 做完這些所有餘氣 需要的水分 自己加完蛋白 那就見到